我们再看一下他正手下蹲式发球的这个视频 手上的这个动作 这个砍的这个动作没有什么问题 主要是这个下蹲式发球 它不是在发的过程当中去下蹲 不是发的过程当中在下蹲 而是先蹲好了再去砍 这个不叫下蹲式发球了 这个叫蹲好了以后发球 我们看丁玲的这个正反手的这个下蹲式发球 别人都是抛起来的过程当中 在下蹲的过程当中去发球 都是在下蹲的过程当中去把球发出去 而不是你蹲好了以后再去发 为什么要一边蹲一边发呢 下蹲式发球呢 就是要利用这个身体重心的变化 身体重心的由高突然蹲下来 由高到低来帮助这个前臂的挥拍 前臂挥拍的速度加大 以及帮助这个腰部的力量 从上到下前方的这个力量加强 这个才是下蹲式发球 我看到很多业余二号者练下蹲的时候 都是先蹲好了 再去发 这个不叫下蹲 这个顶多叫蹲好了去砍球 去切球 没有什么质量 下蹲的这个动作 有点像我们挥斧头 拿这个斧头去砍木头 把这个木头放在这里砍成两半 对吧 像拿斧头挥起来以后 你发力去砍这个木头的时候 你是不是身体要往下 用力啊 你的重心是不要蹲下来啊 是吧 下蹲式发球就和这个砍木头的动作是很像的 手臂放松 挥好把这个拍子想象成斧头 起来以后把斧头挥下去 重心下来 往下前方去砍 这个叫下蹲式发球 再看一下啊 下蹲式发球呢 还可以发出侧上弦和侧下弦 这些呢 我会在发球片里面详细的为大家讲解 现在我们来讲一下 正手下蹲发球 如何发出下弦 那发出下弦 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什么呢 去摩擦球的底部 我们的下意识就是说 你的板面稍微平一点去摩擦 那这种动作是可以发出下弦的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它的发下弦的动作太明显了 是吧 一看就知道是下弦 到后期我们会给大家讲 如何用同的动作发出下弦和上弦 那基本上都是拍面是立着的 好 我们先来讲啊 这个第一种发下弦的方式 就是拍面稍微的平一点 也不是完全水平成这个角度啊 这个角度差不多是在80度到75度左右就行了 然后去摩擦球的右侧中下部 好大家注意看一下摩擦球的击球点 拍面稍微的平一点 然后向下去切球 摩擦球的右侧中下部这个位置 这个时候呢发出来的下弦会比较强烈 注意看一下引拍的动作也是引拍到 我们的右耳朵 右侧了 这个地方 好我们来练习一下 整个发球的姿势是一样的 主要注意拍面的变化 那这种下弦球呢 它的弧线相对来说会比较低一些 而且比较容易把球发短 这是第一种下弦 那发短的要点是什么呢 整个力量向前批的力量要减少 你可以向下蹲得多一点 但不要向前主动用力 把球呢稍微的擦的时候 摩擦的时候擦薄一点 力量呢 手腕稍微放松一点 减少向前的力量 就可以把球稍微发短 弧线呢 落点也是稍微的往二分之一台 多靠一点 向前多靠一点 这是第一种发下弦球的方式 那第二种很关键 第二种呢 我们的板面 基本上就是垂直的 不要去后仰 垂直的角度 怎么发出下弦呢 我们讲过啊 下弦可以通过摩擦的方式 发出下弦 也可以通过向下批的方式 向下批的方式来发出下弦 这种下弦球呢 它可以结合我们上弦球的动作 来发 迷惑性比较强 但是它很难把球发短 对吧 它弧线可能会稍微的高一点 那么这种下弦球 我们可以把它发长一点 发急一点 发快一点 让对手难以判断 那么批的动作 以前讲过 是吧 这个勾式发球的时候 讲过 向下用力 这个感觉是一样的 也是向下去用力 那么我们 这种下蹲发球的好处是什么呢 由于身体重心向下进行快速的向下蹲 那么有了身体重心的这个辅助 我们向下批的这个程度会更加好一些 那有了身体重心向下的力量 加上我们手臂向下批的力量 那么批下去的下旋的旋转会更强烈一些 大家注意看一下 怎么批 快速的抖动 前臂大众手望快速的向下抖动 板心不要去动 向下力量一定要快 在引盘的时候可以放松 肌肉放松一点 向下发力的时候 快速的绷紧 把这个力量 就感觉是要劈柴一样的 向下坎 向下坎这个力量要充分 所以重心的辅助用力很重要 你的重心的这个惯性没有用到手臂上 单纯的靠手臂 弧线控制不好会很高 对吧 因为你重心没有下来的话 向下坎 球的弧线会弹得很高 而且你整个力量不协调 所以重心很重要 向下蹲下去 突然的蹲下去 这是发出这种批的 发出的下旋球 前面我们说过 这种向下坎 向下批的动作 发出来的下旋球呢 它的弧线会稍微高一点 很难发短 那么干脆这样 我们就把球批长一点 批快一点 我们在整个发球的过程当中 前臂的用力 向前多一点 触球点呢 稍微的低一点 靠近我方球台的端线 这样才能保证 球的弧线足够长 能够更好过往 站位呢 大家注意啊 这个站位稍微离球台远一点 不要顶得站 这差不多有个四五十公分左右的站位 会比较好一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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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